不但没有一丝的嫌弃,甚至还有那么一种说不清到不明的甜蜜,不管魏英有多不舍,一年一度的的蓝氏听学结束了。 魏英在云深不知处的入口,送别了温巢,叶淮桑之后,抱着江城和江燕梨哭得稀里哗啦。阿县乖,不哭。过几天,让泽吴君带你和蓝二公子到云梦去玩。不要,不要。县县不让姐姐走,就是不让姐姐走。魏英不依不饶,双手紧紧抓住江燕梨的衣袖,任谁劝红也绝不松手。 西晨,阿县是不是喜欢这个云梦僵尸的大小姐?蓝老先生远远地看着眼前的一幕,似乎理解了魏英为什么不喜欢洛宇渊。这两个女孩子各有各的好,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类型。 是,泽吴君强行压下心头的不舍,尽量不动声色地看着那个纤细的身影。 听说,云梦僵尸的大小姐,与蓝玲金氏的公子定有婚约。若他们两个人真的两情相悦的话,也许这件事还有回旋的余地。 叔父,阿县喜欢江姑娘布甲,可那种喜欢是对姐姐,甚至可以说是对娘亲的一种依恋情。 蓝老先生仔细看了看,觉得也是那么个问题。若真的是儿女之情,绝不会当着心爱的女孩子,哭得那么不顾形象。 卫英,甜色不早。江姑娘还要赶路,听话。 蓝湛搬过卫英的小身板,定定地看着卫英卫英那张花猫一样的小脸。 蓝湛,我要去云梦。好,过几天我带你去。乖,松手,听话。 恩,就这样,在蓝湛轻声细语的哄劝下,卫英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松开江燕梨的衣袖。 阿县,姐姐在莲花窝等你。 江燕梨的情况,也不比卫英好多少,痘大的泪珠一颗接一颗,就一直没有断过。 这一张梨花带雨的小脸,难过在卫英的眼神里,腾在泽吾君的心上。 有那么一瞬间,她想冲过去,把那个纤细的身影抱在怀里,替她把眼泪擦干。 看着江城和江燕梨越走越远,卫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一头扎进蓝湛怀里,放声大哭。 不哭,不哭。 乖了,不哭。 蓝湛一手抱着卫英的肩膀,一手一下又一下地抚着她墨色长发。 蓝湛,我们什么时候去云梦? 窝在蓝湛怀里,伴随闷闷的声音,滚烫的热气扑在心窝的位置。 过几天,禀您舒服之后,我们才能动身前去。 单手勾起卫英的小脸,用指腹抹去那些深深浅浅的泪痕。 大哥也真是,这么久了,还没有把人拿下。 江姐姐若是尝了咱们嫂嫂,就不用回云梦了。 说什么呢? 这个小家伙,脑袋瓜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? 我们天天同床共枕,都没有将你拿下,何况是一切从头开始的他们。 感情需要慢慢培养,兄长就算是清新江姑娘,也是发忽情,只忽理。 绝对不会有半分见悦之举。 卫英眼神悠悠地撇向江燕离背影消失的地方,刚刚止住的眼泪又涌了出来。 不哭,怎么又哭了? 双手捧着卫英的小脸,用母指指幅一点点蹭去那些视而复制的泪珠。 泽吴君看着眼前痴情浅浅的两个弟弟,心里莫名咯噔一下子。 微微侧目看了一眼身旁的蓝老先生,看他面色如常,才稍稍松了一口气。 叔父,我们回去吧。 好,泽吴君陪着蓝老先生,转身往回走,几步之后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。 蓝湛正紧紧抱着怀里的小家伙,轻轻吻去他眼角的泪花。 无尽的夜色,笼罩在云深不知处。 泽吴君眉头微醋,眼前总是闪现蓝湛低头轻吻未阴眼角的那一幕。 旺姬一直把阿县当孩子宠着,会不会是自己想多了,那只是一时心急,不知如何是好的安慰,而不是自己猜测中的儿女私情。 泽吴君看了看窗外的夜色,轻轻带上房门,万无目的地融进无边的夜色里。 走着走着,不知不觉间走到静氏的院门口,泽吴君想也没想,还脚走了进去。 静氏的门窗都开着,蓝湛端坐俯琴,一听就是魏英那个大宝贝上的旋律。 魏英坐在桌子后面,时而眉头紧锁,时而奋笔疾书,还时不时地跑到自己的琴前。 试着弹奏那么几个音节,然后再飞奔到桌子边,急急忙忙记上两笔。 泽吴君在门外站了好久,那二人除了偶尔讨论旋律上的修改,并没有别的交流,更没有一丝一毫的拟歪和轻拟。 如果真的有别的情愫,不该是眼前这个样子。 泽吴君在心中暗暗自责,自己怎么可以这么误会这两个孩子。 蓝湛,我累了,想休息,还是卡在同一个地方,就这一个坎,就是死活过不去了。 嗯,蓝湛收起望激情,又着手将魏英的手稿收起。 这些东西,那个小家伙总是四处乱丢,从来不知道自己收。 蓝湛,你慢慢收拾,我先睡了哈。 魏英打着哈气,大大咧咧从蓝湛身边绕过,还没洗漱。 不行了,不行了,我困得眼皮都抬不起来了。 某人不理会蓝湛愈发难看的脸色,一头扎进被窝。 兄长,蓝湛到门口给魏英准备洗漱用水,就看到站在院子里的泽吴君。 我,路过,听到琴声就走了过来。 兄长,可是有别的事。 蓝湛回头往屋里看了看,轻轻眼上房门,缓步走到院子里。 忘记,我。 这让泽吴君如何问出口,怎么问? 问两个弟弟,是不是有了不一样的感情? 万一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,以后相处便会增加许多无谓的尴尬。 兄长有事,但说无妨。 蓝湛将手里的水盆放下,定定地看着自家兄长。 今天上午,我看到阿线送别江姑娘。 恩,我看到,你,你和阿线。 不问出心中的疑问,又如何解释这恩不声不响地站在人家院子里? 总不能说是被琴声吸引吧,那个理由自己都不信。 兄长,我与魏英,两情相悦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订阅数换学 unlike悠 barrel的纹路。 您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订阅。